我們現在介紹這道菜為粒米鳥蛋湯 首先包裝打開來裡面的材料有 甜玉米粒、鳥蛋 自備的材料有香油1小匙、鹽巴2小匙、味精1小匙 首先我們先取一鍋水 把水煮滾之後放入鳥蛋、玉米粒 等所有的湯料熟即可調味 現在所有的湯料都熟了 放入調味料 鹽巴2小匙、味精1小匙調味 拌勻之後淋上1小匙香油即完成 我們粒米鳥蛋湯完成